店饭煲鸡饭 简单几步骤 就能有香喷喷的鸡饭吃 做法简单,喜欢的可以试一下 准备材料 半只鸡,切块洗净 花雕酒1汤匙 蚝油1汤匙 适量的胡椒粉 1汤匙生抽 1汤匙老抽 少许麻油 混合均匀,腌制半小时以上 蒜米3粒,洗净后去皮 1粒姜,洗净敲碎 青葱,洗净后头部分开,葱叶切末 6小 Similarly用的包子的巧油 squared 1樱 gossip 洗净3毫升 3小时3杯清水 4 interval 差遭球 11速打水 炒指 1-3C 2 蒸净 大桃 3小시면 放回电炉里面 盖上饭包盖 按自动煮饭钮 煮至饭差不多收水,就把鸡肉倒入 然后盖好盖子,继续煮 在煮的过程中,满间污渍飘香 煮至电饭包时间,自动停止即可 哇,开盖的时候,真的是太香了 最后撒上葱花 上桌 电饭包鸡饭 做法简单,喜欢的可以试一下